可爱的小美眉 一直吃一直吃 原来是张戒凡啊 负责吃 对 只负责吃的张戒凡 我就忽然间想到 戒凡 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大家好 我是张戒凡 戒凡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妈妈亲 可是她跟徐仲不一样 徐仲的女儿 才不过满月 才吃了她的满月蛋糕 戒凡你的女儿多大了 国小一年级 国小一年级 妈妈要做的事情更多了吧 唉 我本来以为 上小学吃后 会是一个超脱 结果没想到 更困难啊 我们今天呢 就把主播棒交给张戒凡 让她自己吃 瑞儿姐要啃苹果 我今天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因为我要听妈妈亲 好的主播 目前我们的现场 是因为这个 今天有人帮我带小孩 不然的话呢 我是没有办法在这边 你自己带哦 应该说她从出生 就是我跟她爸爸轮流带 嗯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没有特没有请家人帮忙嘛 然后她出生的时候刚好我那时候是在电视台 在中天上晨班 就是四点要上班的那一班 嗯 然后她爸爸就在家照顾小孩 嗯 对 然后到再大一点的时候 就是她爸爸有工作之后 就是早上我们会送她去幼儿园 嗯 爸爸送她去幼儿园 我一样上晨班 然后下午四点 就是我已经下班了嘛 因为晨班大概中午一两年就下班了 嗯 然后我就会利用下班时间 然后先把要晚餐要做的菜做好 然后去幼儿园接她 所以等于是长辈没有帮上忙 没有就是我就是跟 就是你们真的是夫妻两个人 一手拉把这个女人长大 对 我先问一下 你怎么叫你的女儿 叫珊珊 珊珊 对 叫珊珊 对 所以可爱的珊珊 就是你们两个夫妻 你知道就是你丢过来 我丢过去 类似像这样 对就是这样 我们就一定要要就是巧好时间 问题是你先生也是媒体人吗 不是 我先生不是媒体人 因为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通常媒体人的时间很不固定 对 可是也就是因为很不固定 她的弹性很大嘛 对 对不对 你说你凌晨四点 你就要去上班了 然后中午你就下班了 嗯 是不是 对 呵呵 那我先生不是媒体人 但他的工作就是 他可能会比较晚下班 对 但所以就变我们刚好可以 一个顾早上 一个顾晚上 我可以吃苹果吗 可以你吃啊 我发现有苹果心好大 哈哈哈 我发现不是 听到某样 因为我要特别推荐啦 因为现在这是离山蜜苹果 出来的季节啦 哦 对啦 所以我都没有削皮 我发现没有削皮 这样啃很大声啦 我已经啃了一口之后 我就不好意思 我啃给大家听 可是离山蜜苹果不是比较小 可这个真的挺大的 对啊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 算是一个农民市集 外面买的 而且我们抢的好像是最后一批啦 我啃给大家听 因为我刚刚因为介盘在讲的时候 我啃了一口我就觉得有点脸红 因为它的皮也很硬 大家听好 对 因为蜜苹果游泳很 哈哈 很大声 有 那我都不好意思了 对啊 我讲到今天要讲妈妈经 嗯 那我就要像一个小女孩一样 你知道 听着妈妈怎么样 把女儿一手拉拔长大 可是问题是介盘 嗯 你自己在做上班族 然后又要照顾女儿 有段时间是不是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嗯哼 好累 嗯哼 然后睡不饱 我觉得那个睡不饱已经到了一种 人都灵魂要出窍的那种地步 哈哈哈哈 但是真的是看着她这样一点一滴 我觉得我 我 我可以 就一切就觉得都很好 那我问你从中天跳槽去 跳槽去TVBS也是为了 女儿要考虑吗 也不是 但是刚好有一个机会 又跳回去TVBS 但是 其实说实在话 我回TVBS之后 因为上班时间就变成 所谓朝九晚六 嗯哼 结果反而是女儿很不适应 哦 朝九晚是正常了嘛 对 反而她很不适应 正常班了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们今天邀请了可爱的张介凡 来跟大家聊妈妈经 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我吃苹果是不是声音很大 她皮好硬哦 那很过瘾啊 那你把 那你把声音推掉好了 好过瘾啊 对呀 可是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蜜苹果哎 我说你把蜜苹果每次都是小小的那种 我先看他里面有没有蜜 再确定他有没有骗我 对 里面有没有蜜 我早上就是吃了狗食 我好不舒服 所以总的说我踹了一个苹果在怀里 狗食 对呀 食人无味的 老师傅 老师傅为了我的健康着想 帮我用两片蛇河牧场 集黑牛的黑牛排 直接煮熟给我做泡饭 难吃死啊 哈哈哈 我总无法体会的很生气 对 我这样讲啊 对呀 一定会被听众骂 这样 这样子就好无聊 这两片牛排有多 这个牛小排包有多贵 可是他用这样子的方式煮害我好难过 难过到刚刚 可是用这样的方式煮 我觉得也好浪费那个小牛小排 对呀 应该要煎嘛 对 对呀 切小片一点煎的香香的 弄点大蒜啊 然后撒一点海盐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样吃就 弄得我都好没胃口 来 没菜了 好 我们第二段视频稍微比较短 好来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张介凡 来跟大家聊妈妈筋 妈妈筋 虽然有有有有有一点 这个妈妈筋要骂 很多人觉得妈妈筋应该是baby 但是我的已经是小姨的小孩了 可是问题是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有一个小姨小孩 嗯 有人有这样讲吗 有人有这样讲 但是如果我女儿走在旁边 大家就觉得百分之一百相信 嗯 他长得跟我们是很 真的吗 一个模子刻出来吗 几乎是 我们会 我们会请介凡 提供一张照片 放在我们超级美食家的 脸书粉丝专页 你现在就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 我我我 一个模子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的女孩 珊珊 对不对 我的女儿 对 但是不适合放她的照片 我怕她粉丝太多 哦 好 我们就给大家 现在给大家闪一下就好了 有没有 如果你有追上YouTube 有看到影片好 关起来 我们今天要保护幼儿 对保护 保护儿童 对 那可是呢 问题是呢 都是自己带小孩 所以包括小孩子的吃穿丸 也都是自己张罗吗 对我们都自己张罗 从吃 就是想吃好了 因为其实老实说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是在父母亲感情不是很好 然后很动荡的情况底下 然后我父母离婚啊 然后我就被寄放在这个亲戚家 寄放在那个亲戚家 我还想问你们是哪里人呢 吃什么口味 还是你先生也是哪里人 爺爺奶奶是北方人 啊 你是北方人 北方人 东北人 辽宁 对 但是就是 跟爺爺奶奶住的 跟爺爺奶奶住的时间很长 所以其实我的很多想到的吃的东西都是爺爺奶那种 举利 举利炸酱面 哦 真的哦 对 我会自己炸酱给我女儿吃这样 你会做炸酱面给你女儿吃 对对对对对对 我好想要知道东北人的炸酱面跟山东人的炸酱面 跟北京人的炸酱面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家怎么做 我们家是那种炸出来是那种黑色的 你知道吗 只有肉吗 只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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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一开始都会是上网去找各种的那个 萝卜啦 豆干 毛豆 可是那个炒起来就不像我小时候我奶奶炸给我吃的 就我就一直就不断的一直在精进 想说到底要怎么弄出我奶奶炸那个黑色的 然后咸的要死 但是 又很油 对 但是超级下面 超级香 对 而且刚刚介凡用的动词是炸哦 对 炸酱面哦 要用油去炸 要用炸 因为要先炸酱再下肉 那你要不要告诉大家怎么做 怎么做 你女儿也可以接受这种黑黑的 可以 都是肉的 可以 因为很香 油油香香的 第一次炸出来 应该是说我成功的第一次炸出我奶奶的炸酱面的时候 他本来跟我讲说我今天不饿哦 那一炸出来一起锅之后他就说 哦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 这样子 等一下 借凡你忘记你奶奶的炸酱面吗 还是说他没有手把手焦 没有真的是没有手把手焦 所以你是用吃来 应该讲说你是用你的记忆去复刻 我奶奶的厨房 你奶奶的味道对不对 对 去当我很想念 因为基本上我小时候大部分就是爷奶奶带大的小孩 但是奶奶其实 因为走得很突然 所以真的没有就是我那时候很年轻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这么没有想到要跟奶奶学做菜 所以是我真的当妈妈之后 我就开始一直去 当我想奶奶的时候 想奶奶的时候 我就会去去思考他曾经做过什么东西 然后是让我就是很想吃的 所以我就会去尝试 就是用厨房的味道去去回忆我的奶奶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觉得你知道你做了这个黑不溜丢 或许大家会认为小孩子看到黑不溜丢的东西 基本上来讲就不要吃 不会 对不对 因为是我自己 来吧 看有多黑哦 对 这张照片应该就可以分享在我们超级美食家的FB 真的是黑不溜丢 但是其实他配上面之后是很下面的 很香的 对 它很香 而且大家不要认为炸酱面干巴巴 炸酱面其实油很多 要拌面 对 所以他拌起来很其实是很滋润 你应该用滋润吗 好奇怪 很滋润 对 因为 因为我是山东人 你是山东人 我在外面看到炸酱面也都不合格 也都不是黑的 然后很多杂料 很多杂料 是咖啡色的对不对 对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下一阶段来教大家做黑不溜丢 可是连小一的女生 一开始不饿 看到了之后说很饿的 张戒凡的炸酱面 休息一下 回来 好 你看啊 一定很香啊 哎哟 天呐 这就是他 哎 张布干我吃完哦 要不让你吃完 好像哦你们 好像哦 而且眼睛也好大哦 他就是 他是不是很 对我 我煮的东西 我真的是用煮饭去思念我奶奶 好来 嗯 等我一下 我的苹果在嘴巴里 嘿嘿 你现在讲炸酱面 我脑袋在就想到那两片牛小排 是不是很可惜 我没有吃 我咬了一口发现咬不动 我就放着了 好后半三段哦 来 好准备来咯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用食谱写家谱 嗯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知名前主播张戒凡 我一定要讲前主播啊 因为他也在中天呆过 也在TVBS呆过 然后呢 现在是一个妈妈 是算是一个专业的妈妈 我们邀请张戒凡 来跟大家分享 妈妈精 嗯 刚刚呢 他讲到他奶奶 呃不算教他 可是他吃了在印象中 很深刻的东北人的炸酱面 嗯 然后呢 也把这个炸酱面做给他女儿吃 刚刚听众朋友 如果有追上YouTube的影片的话 就可以看到他女儿吃的 津津有味的样子 我觉得好感动哦 哈哈哈 可是找到这个味道 花了一段时间吧 花很多时间 从 我应该是说我从结婚之后啊 就是很努力的想要表现出我是一个会烹饪的太太 那你到底会不会 一开始我只能说我先生很伟大 就说我不管煮什么啊 他都会轻盘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然后但是我其实可以从他的 有一点点的迟疑或者是 一些细小的表情 判断出那个到底是真好吃还假好吃 其实他不忍心说 所以我就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有意见 张介凡 难道你煮饭之后他吃你不吃吗 我吃啊 但是 那你没办法判定好吃或不好吃 好吃不好吃 其实不是煮的人自己觉得 煮的人自己都会觉得 嗯好吃 谁说的 有的时候很难吃 煮的人也不愿意吃啊 但是我老公就都好吃 所以我必须要去测试一个 到底是真好吃还假好吃 这就是真爱 对 他就是真爱 然后从一开始就像你讲的炸酱 我真心的去网路上去趴文 结果但是炸出来是那种浅咖啡色的 然后有豆干的 然后 我是受不了加红萝卜啦 哦 红萝卜 红萝卜应该是后面加絲 红萝卜丁啊 对红萝卜丁 我有看过红萝卜丁 然后 洋葱丁 不种 对对对对对 还有人拿韩国的炸酱面给我看 说他黑黑的啊 可是我觉得不一样啊 对韩国人是讲黑黑的 韩国里面还有三鲜 就是韩国的里面可能还有炸鱿鱼那一种 鱿鱼桶那一种 然后总之就是一开始炒出来的颜色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因为我先生是山东人 他们家吃的也是黑色的炸酱 他们家也是偏黑色 对也是偏黑色 然后我们家也是偏黑色 然后所以呢 他就第一次他当然就是 哦炸酱面好就吃 哦好好吃哦 对对对 可是他的表情应该苦苦 对 他就说可是这跟我小时候吃的不一样 我就懂了 因为我小时候吃的也不是这样 然后我就真的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不断在研发 可是我 我一直到去年 才成功吗 才成功 我问你 你先生的炸酱面是他爸爸妈妈教的吗 不是 他是也是外公 哦 所以都追不到了嘛 对我们都追不到 就追不到那个 给你们美味记忆的起点了 对对就是譬如说 呃包的粽子啊 或者是就是 我们对我们来讲 都是小时候那就是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的记忆 但现在在我们想学的时候都来不及了 好啦教大家做 我觉得听众朋友被你这样子一讲哦 口水也都流不停 大家很想要知道 所谓的山东 或者是东北人 他们所做的炸酱面 记忆中爷爷奶奶外公的炸酱面 到底是什么 可是我这里要讲哈 因为呢 在中国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啦 就比如说这个区域的炸酱面 也并不代表 他整个等于东北 就像就像我去山东采访 我要吃馒头都给人家笑 那个全部大家都在吃煎饼 煎饼长得跟炒纸一样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 我还带煎饼回来给我爸爸吃 还被我爸爸笑 大家不要认为只有山东人吃馒头 到了山东还找不到 那所以我们让戒凡来教 你知道这么努力 花了那么多功夫 跟着他先生两个人 你知道一路重现的这个 让他女儿也吃得津津有味的 我要怎么讲 阿公阿嬷 不是不能讲阿嬷 他应该是 姥姥 姥姥 姥姥姥 姥姥的炸酱面 来怎么做 首先哦 我奶奶曾经讲过一句话是 我这是记得的 因为到后期我问他 奶奶怎么不炸酱了 他跟我说因为买不到好的甜面酱 嗯 所以重点是甜面酱 大家一直以为炸酱面 可能很多人会习惯用这个 所谓豆瓣酱 去炸酱 对不对 但事实上在我们家 是用甜面酱去炸的 哦 所以你们只用 只用甜面酱 甜面酱没有豆瓣酱 对 而且甜面酱是那种 买回来就黑黑的甜面酱 不是调好的哦 对 所以呢 后来我终于 炸出黑色的酱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 嗯 他从韩国 帮我买了韩国的甜面酱 哦 突然发现韩国的甜面酱 跟我们家小时候吃的甜面酱的口感 口味很像 还反而比较贴近 对 不知道是不是就可能 韩国跟洞瓣很贴近 之类的 好 所以买了韩国的甜面酱 回来之后呢 呃 我就试做了几次 那首先当然就是锅子里面要下很多的油 对 油要很多 油非常的多 可是你用的是猪油嘛 我不用猪油 因为毕竟还是有健康的考量给小孩子 所以我还是用就是 植物油 植物油 对 然后很多的油 嗯 然后甜面酱我会先把它打松 嗯 好就是让它 这可能有点温水让它打松 就是让它好下锅 对 不然一下去锅 它就立刻枕脱了 嗯 然后让它 就油要 呃 热又多 呃 应该说是冷锅冷油 嗯 冷锅冷油 然后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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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有一点温度 然后再加热 嗯 所以这样的水不能调多哦 否则的话 噼里啪啦的你也受不了 对 你也会受不了哦 对 所以冷锅冷油 它这样其实基本上只要让它匀了就好 对 好 然后这样子 倒的出来 对 戳的动啊 嗯 然后让从冷锅冷油然后进这样子后 让它慢慢慢慢 温度慢慢起来 嗯 因为太快 其实这样一下就炒干 就焦苦掉了 嗯 对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炒 然后因为我很讨厌切葱 嗯 所以我就会直接用油葱 你怎么会讨厌切葱 我很讨厌切葱 你不喜欢葱的味道吗 不是我讨厌切葱 手上那个葱的味道 就是 好 这个是个人的一个 嗯 我可以送给 我可以送给介凡一个不锈钢肥皂 哈哈 我知道 他会去味道 对比如说大蒜啊 葱啊 我们家有一个 不锈钢肥皂 不锈钢肥皂 但是葱我这样我真的就会觉得很崩溃 呵呵 所以我就用油葱 这个是有点头吃饱啦 好了 我早里说是不行啊那啦 呵呵 米啦没缘啦 对 好用油葱下去 然后炒的那个酱子 那个香味都起来了之后 我的肉 绞肉 我会先用酒跟糖 还有这个一点酱油腌过 先抓一抓 拌一拌 然后再下肉 再下肉 等于油葱完了之后下肉 对酱先炒香下油葱 然后再下肉 这样子 啊你要焖吗 我会 但是我不会用盖果改蒙 我会 咕噜咕噜咕噜 对就是一直推 一直拉啦 就不要让他有任何烤底 这样子 然后大概这个拉 我如果每次的手感 大概15到20分钟这样拉 嗯 啊最后调味呢 要加酱油吗 不用不用不用 因为他用的是纯正 没有调整或味道的甜味 对那个是又咸又甜的 所以不能再放酱油的 为什么他会讲到 一定要从韩国买甜面酱回来呢 因为台湾不知道为什么 很久没很好吃的甜面酱 台湾没有人在卖纯的甜面酱 所有的甜面酱的罐头 都是调整过味道 你打开来吃起来就是很干美 对不对 嗯 很疑人 可是那其实已经失去了真正甜面酱的本质 嗯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 没有错 我们家也是这样处理 可是你没有加虾米喔 我没有加虾米 因为 你老公家有没有加虾米 有 我不知道 他就是 他只是一再跟我讲说 不要放豆干 他对于里面有豆干这件事情 非常的痛苦 嗯 对 可能豆干是 可能比较南方的茶酱面 我不知道 豆干有的时候我妈妈会加一点 可是因为那个味道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就是那味道是黑的嘛 对就是要黑的啊 就是我终于砸出黑色 就是去年侯冠群他去韩国 他给你带甜面酱 对 他帮我 他送了我两罐韩国的甜面酱 因为他也是东北人 有一次我就有跟他聊说 为什么我总是砸不出我 那个味道 对 他就跟我说 他突然有一次在韩国发现 侯冠群很厉害 侯冠群在北京你知道 还带那个芝麻酱烧饼回来 嗯 给那个黎明柔 用整个行李箱带 他真是很 他真是什么吃的 都有办法带回来 很好吃 那个时候黎明柔给了我十个 然后之后我们也是 请北京的朋友 买 对就去北京采访嘛 中天的同事 你知道就去北京买 好来 他也是用行李箱给我堆回来 哈哈哈 脂肪浆烧飞 好 直接把这口咬下去 嗯 我发现 宝师傅的手有磨乳液 因为苹果是他帮我洗的 你看我现在敏感到这种程度来 好 好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请张介凡 TVBS的前主播 来跟大家聊他的妈妈精 而且他的妈妈精里面有洋葱 我不知道那个应该炸酱面 不知道听众朋友在听到这个炸酱面 有没有觉得也好想吃一口的感觉 而且呢 他已经给我们看他的女儿 小一的女儿吃到了黑黑的炸酱面 一点也没有抗拒 而且一口接着一口 可是我相信借团 你在做这个炸酱的时候 应该你女儿跟你丈夫 两个都吃得津津有味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因为我先生也是等于算是北方 东东 山东人 山东人嘛 对 所以他也对这个有记忆 那女儿当然就是爸妈吃什么 其实我觉得小孩子的嘴巴就是这样 爸妈给他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那 有人会说 很多人小孩很挑食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我小孩不挑食 那当然是因为我从小就什么都给他吃 哦 所以你也不会给他特别做什么儿童餐食啊 什么之类的 呃 我基本上每天 虽然我很忙 但是我原则上都一定会 做晚餐给他吃 那晚餐 假日有空 当然就是三四个菜 然后配汤 嗯 但是平常敢上下班 这种妈妈 嗯 其实我说我真的 真心推荐大家 就是一个锅 一个锅 里面有肉 嗯 然后有青菜 哦就是一个像是一锅到底的一个料理 对就是一个一锅到底 对不对 比如说你锅你可能先把 呃花椰菜先炒起来 嗯 然后下甜椒 嗯 然后甜椒就是煎到有点甜甜的 然后放肉片 嗯 然后可能在中间你可以加点玉米笋 或香菇什么 所以原则上我都可以让他维持在一个晚餐 都是所谓的一肉三菜 天哪 你们家蔬菜吃这么多 而且我刚才听你讲这些蔬菜 如果我是你女儿珊珊 欸我不要吃彩椒了 甜椒对他来讲是可以生吃当水果吃的 你怎么训练他 他就是从小 从那个所谓那个婴儿副食品开始 我就打这些奇怪的食物给他吃 欸不是啊就是味道比较重的食物给他吃 所以等于是在他很小的时候 你没有设限 所以他长大之后他也不会 你就比如说我不要红萝卜 我不要彩椒 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 就是你想像到觉得 小孩子不太喜欢吃的东西 他通通都可以接受 你就早早的让他接受 对就早早就接受 然后像昨天我就做湿井面嘛 湿井面就很简单 就肉丝炒香了 嗯然后放胡萝卜 然后放芹菜 然后煮滚了 然后另外起一锅面 就是一个肉丝丝井面 对 对其实就是有肉有菜 然后有淀粉类 但是其实他很方便 他只用了我一两个锅 因为其中一个锅还只是煮面 所以等于是尽量在一锅里面 达到食物的均衡度 对对对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很多妈妈可能会觉得 怎么可能我回家没有时间煮饭 但其实我会去挑这种 因为像甜椒他比较好清晰 或者是一些像玉米笋很好清晰 就是切割的时候也不要 你知道在那边比刀工的那种 对对对不用比刀工嘛 然后胡萝卜 就好了 就是他一样也都有蔬菜的营养 然后再配上肉 那肉你也不用 就是我的建议是你也不用去菜市场 特别是人家挑那么一块 你还要切很麻烦 超市有肉片有肉丝 对 他就是一盒的份量 然后配上两三样蔬菜 其他就是像我 你们叫三口人吗 对不对 我老公不在家吃饭 因为他比较晚下班 所以只有我跟女儿 所以是一盒肉 搞不好可以做两餐 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做一个这样子的配搭 对 然后或者像我女儿很喜欢吃宁波炒年糕 那就更方便啊 喜欢吃什么 宁波炒年糕 为什么 因为他他很喜欢年糕的那个 好奇怪 他很喜欢年糕的口感 是谁 我的女儿 不是就比如说是谁给他这样子的影响 为什么 你们家里有 他真的用了一个锅子做了宁波年糕 对 然后有香菇 有肉丝 有青菜 胡萝卜 你还真给他吃很多青菜 青江菜下这么重 对 因为他他他他很喜欢吃蔬菜类 好好玩喔 宁波年糕是谁给他的记忆 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讲炸酱面 我 我们在讲对不对 对 也是我啊 也是我奶奶常给我吃的啊 因为 我的爷爷是东北人 奶奶是浙江人 喔 原来才会这样子喔 对 但是我奶奶会去 就是我爷爷会叫我奶奶做东北的食物嘛 所以你买的是类似狗骨头的宁波年糕切片 对不对 不是 还是那种韩式常常 不是韩式 狗骨头 你买的是狗骨头切片 狗骨头 因为我发现现在超市大部分卖的都是韩式 韩式 像小手屎 对 的那种 那个炒起来感觉不太 就跟这个的吃起来味道不太一样 喔 还这么传统 所以他也喜欢这种 这个 很妙吧 所以 其实这都是一锅就可以把菜肉 或者是你想要给他吃的一些东西 好 教大家怎么样一锅来煮 宁波年糕 好 为什么要教大家怎么煮宁波年糕 因为如果是真正的宁波年糕 在早期 师傅 包括阿基斯在内 都会教你宁波年糕要先过油 嗯 下锅才不会黏在一起 可是事实上一过油 他也会黏在一起 他也会 对啦 因为他一加热 应该是说他蒸了也会黏在一起 他过油 过水 他都会黏在一起 可是要怎么样做一锅到底的宁波年糕 来 好 就是起油锅 先炒肉丝 好 这个肉丝当然也是酒阿 这个酱油先抓过的嘛 就先爆香 这个葱 呃姜 葱蒜爆香 然后放肉丝炒香 然后像我的话我习惯香菇丝嘛 香菇丝一定要多一点 因为我女儿喜欢吃香菇 对 因为香菇 他喜欢吃香菇 香菇丝多一点 然后可能放一些胡萝卜丝 有的时候可能会放一些豆 你那不是胡萝卜丝 你那是胡萝卜块 好 那你看就知道是芥凡 对 就是 反正我女儿不嫌弃 乱刀斩 对 乱刀斩的胡萝卜 而且量很大 胡萝卜条 胡萝卜片类似之类的 因为这对我来讲 他就是一样蔬菜 所以我不是配料 我就是 他就是要放多一点 他是 就等于一个蔬菜 因为胡萝卜很健康 我知道啦 概念是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 把三菜都放进去 而不是做一个宁波年糕的配菜 对 因为配菜搞不好 他就是年糕很多 菜很少 对 对 你就是让他在吃的时候 是 年糕是淀粉的量 然后肉类 是他今天该摄取的肉链的量 然后以及他的蔬菜的量 你大家去抓这个量 所以他看起来会很大一锅 好像很丰盛 但其实是 因为我放很多的菜在里面 淀粉没有那么多 对 对 然后先把这个肉丝炒香 肉丝香菇炒香 胡萝卜要先炒嘛 对 因为胡萝卜比较 要吃一点油 对 然后再放年糕进去 那年糕一进去 就一直拉 一直拉 那你要加水吗 要就是一点点加 就是边拿年糕 然后边加水 拉加水 拉加水 然后再撒一点盐巴 可是我问你 这个其实是宁波年糕的味道吗 因为我发现你里面没有白菜 因为通常如果我们去一些老店 吃上海的 他就一定是白菜肉丝年糕 对不对 对 但是为什么我要改良一下 是因为我女儿喜欢吃金匠菜 蛤 所以我都会把那个白菜改成金匠菜 我要认识你女儿 我要认识珊珊 珊珊不知道你怎么被培养出来的 喜欢吃彩椒 喜欢吃青江菜 这个都是老人家 比如说 都是老人家 叫小孩吃小孩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白菜 是因为她喜欢青江菜 所以我就会用青江菜去Daddy白菜 而且一次是一把 有啊 我刚才有看到那个量 其实是蛮大的 对 这个是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女儿也喜欢吃菜饭吗 她喜欢吃菜饭 青江菜 因为我最喜欢的青江菜 没错 我的料理方法只有一种就是菜饭 就是菜饭 很显然瑞儿阿姨比珊珊还更挑食了 因为我最讨厌青江菜 只有汆烫走水 然后排在牛肉面里面 OK 还是排在五花肉旁边 所以你并没有很喜欢青江菜 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的料理方法都不好吃啊 好吃 但菜饭你可以接受 菜饭当然啦 而且我觉得最好吃的菜饭 就是青江菜 嗯 就是用青江菜做的菜饭 对 对 很合啦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青江菜妹妹 好 休息一下再回来 对 然后当然要一直度一直度 度到那个年糕要 好来 你等一下讲 出那个淀粉 对 然后再加上他要吸了一点肉汁 还有就是因为你做菜喔 不随便 有的人是一锅喇喇 盖子盖上 我看你从刚刚 就比如说你都盯着 我不敢盖盖子 因为我每次盖盖子之后就失败了 哈哈哈 我要盯着 你都不要 就比如说一般人都是水多一点盖子盖上 因为现在大家教做菜也都是这样子啊 打开来 看差不多了啦啦 我就是盖上之后我就 我几次盖上之后等我去发现 因为年糕年糕比较麻烦的就是 他很容易焦 对他很 他又容易焦然后又容易黏 对 然后他如果你没弄好 他整个其他的都黏在吃 就变一块一块了 所以一定要盯着 所以有的人会用比较多的高汤 就去焖 焖到它稍微软一点 都不要动 那就变年糕汤啦 那也是一种啦 可是口感就失去了 泥泊年糕的意义了 要搓搓看 要筷子搓搓看 好 我们最后一段六分钟哦 如果还可以再讲一段菜 来 好 好再讲一段菜 好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又可爱又活泼的张借凡 来跟大家分享妈妈金哦 听众朋友如果有上YouTube的话 就会知道他比主播台上面更活泼 好可爱哦 尤其是在讲他做菜 是被主播这个什么困的的搞笑艺人 你有准备从出江湖之后要转型啊 看伟中哥要不要签我 不是 伟中哥 我们在空中 我们在空中开始呼 开始呼叫伟中哥 我以为应该会崩溃 好我刚刚讲到那种年糕 我忘了补充一点 还没有结束哦 对 因为下去之后要水嘛 要拉 因为这年糕很讨厌 水不够 他就浇了 他就掉背了 硬不好吃啦 对 但水太多他又变汤了 烂掉了 所以要让他就是 是QQ的 要是Q的 然后筷子插下去是可以搓的 但是又不能粘牙 同时必须要吸收那个肉汁 又不能粘牙又要吸收肉汁 所以不能夹改 要盯着 就盯着啦 我就是真的是盯着 不过这一点让我很感谢我女儿 因为她会自己 譬如说自己去听CD 或者自己去看故事书 她可以让我专心的在 就是厨房 比如说半个小时 是可以安心的做菜 等妈妈上好菜 对她就是在等 她知道我妈妈要做菜 所以她不会在旁边这样吵闹 这样子 可是她不会吵着要帮忙吗 呃 帮忙洗碗 或者是洗菜 这个才OK 但是至少目前在 瓦斯路前面这一道 我还没有让她触碰 等于是在厨房里面 也有亲子关系 对不对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发现张介凡 其实好会煮饭 而且张介凡 煮饭就是那种 呃完全符合上班族 忙碌的妇女 而且呢也会兼顾到营养 用酿制的方式来料理 她跟她女儿的 呃 每一天最重要的晚餐 对不对 因为我们就一餐晚餐 是共享的嘛 还有什么东西 你会做点心给你女儿吃吗 会烤饼干吗 张介凡 我不会烤饼干 对不起 烤蛋糕 烤饼干我都不会 她会要求吗 她 这一点她没有要求过 可是她 她可能 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 没有让她发现 但是就是 我会陪她 甜点 喜爱欲 没有吧 算了 你不会烤饼干 我不要要求你会不会喜爱欲 这有点难 我只有陪她一起搓汤圆 倒是真的 搓汤圆 所以她其实很喜欢吃这种 米 她喜欢糯米类的 米的点心啦 对 是不是 对 她喜欢 然后她喜欢喝汤 也喜欢喝汤 你也喜欢喝汤对不对 我喜欢 而且就是 我们家 我说真的 最近不是很多小朋友在生病 她真的是 只要大扇鸡汤下去 这样 讲来听听 汤到病除 因为 小孩子通常要她喝一口汤 也都是跑来跑去 对不对 她对我几个 几个特定的汤 她很OK 什么汤 第一个就是大蒜鸡汤 嗯 大蒜香菇鸡汤 大蒜可以提升免疫力 对对对对 然后我都是真的是放一大把的大蒜进去 然后都煮到那个大蒜化掉 会嫌大蒜有臭味吗 可是我觉得跟鸡汤煮在一起 她相对就还OK 然后她这样喝下去 我觉得她上厕所我觉得有大蒜味 但是 很好欸 因为她那个如果有小感冒这样子 其实很快就过了 大蒜其实很厉害 对大蒜鸡汤 还有她喜欢喝萝卜牛肉汤 萝卜牛肉汤 就是红白萝卜 这就是清炖嘛 对就是清炖 清炖 在炖汤的地方有没有特别要提示 比如说你的鸡汤是全鸡吗 你们两个人怎么吃全鸡 我没有办法 我只是做半鸡 一只鸡腿吧 对就是半鸡或四分之一个鸡腿 那四分鸡的鸡腿就是小一点的锅嘛 直接进电锅去炖吗 没有我是用熬 就直火 直火熬 用直火熬 我是用直火熬 然后我会晒时间这样子 所以我都 就是我做什么我都是盯着看 都盯着看 你不是说你知道就比如说 因为我刚才就讲说这个鸡汤也很容易 如果听众朋友 大家那个鸡就汆烫一下 就直接热水 就进电锅去炖了 很多妈妈就会认为 我就多一个炉子 我就直接不要管它 计时气压好 对不对 也可以出一锅鸡汤 对对 但就是大蒜 就是大蒜鸡汤 可以提供给大家 最近 因为最近很多小朋友在安甘 大蒜鸡汤 我要多吃一点大蒜 对大蒜鸡汤 不要怕别人臭喔 其实有的时候 那个汤炖到后来 其实我连肉也不见得会给它吃 因为其实都炖到滑掉了 所以你是炖很久吗 我会让它就是食材都 非常软嫩那样子 所以就等于那个精华都 等于是大家喝汤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就要一个小时吗 不止 如果今天这个拌机都已经 弄一弄 大概要一个半小时 都已经有一点呼气 不能呼啦 不能呼啦 就是它已经拆 就比如说筷子下去 它都碎碎这样子 小小火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 好啊萝卜牛肉 萝卜牛肉 这个听起来就好吃 对 因为小孩子喜欢萝卜 而且萝卜 牛肉好香 对 因为萝卜煮下去就甜 嗯 而且现在台湾也买不到苦的萝卜了啦 可是你喜欢红白吗 红白 红白两个 两色 白多一点 红少一点 因为红纯粹就只是有比较好看一点 这样子 所以就是红白 然后 然后就是跟牛肉这样炖 然后也是炖到牛肉这样一搓 然后我就觉得哇 还要散开那种感觉 其实老实讲 萝卜牛肉汤 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 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 牛肉面还没有那么盛行的时候 其实在家里 我问你是不是在家里 就是喝很简单的 清炖的萝卜牛肉汤啊 也不是什么红烧 我印象中 对不对 然后下把面嘛 嗯 下一把面 然后很清爽 弄一点葱 当然芥凡不喜欢切葱 我们家不喜欢切葱 撒一把葱花 我都可以闻到 你知道就是小的时候 其实都是我小时候吃的东西 我只是想把它复制 就是 复制把它给我的小孩吃 不过我很高兴 珊珊喜欢这样子的味道 而且珊珊也接受妈妈 你知道在百忙之中 也可以体谅 妈妈这么辛苦 还要坚持 对不对 三餐一定要好好的吃一顿晚饭 谢谢芥凡来到我们下集围之家 谢谢姚姚姐 下次再来聊哦 拜拜 拜拜